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中国当地时间2月15日 广州白银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在一份通报中提到 2月14日晚间 广州白银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于2022年2014日 收到公司董事长邱嘉诚先生 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 邱嘉诚先生 申请辞职公司董事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职务 针对以上事件 许多人针对该人事 删辞表示不解 二十五日 有当地网友在社群中发文提到 今天在泰国会消费的男子 是白银机场董事长 带着两个女的站南沙 开游艇去公海 以香港人流管赌博 其中一个女的被香港人传染了 同日上午 另一个网友在社群中提到 二十五日上午 阿根区中心一 结合一 发现一名核酸测阳性人员 爱养性人员一月二十四日 从西安飞抵深圳 一月二十八日在珠海城船出海 二十四日文城在珠海下船上岸 然后返回广州南沙 上午前往珠江新城 派骨会 下午前往潘雨长龙 十八时到花渡区西尔顿宽棚酒店 晚上二十点三十分 在花渡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核酸 该病例流营 密接人员中 一人核酸检测为双氧性 另一人为单氧痴病 即控初步判定 初步判读病例可能在珠海出海时 以香港人密切接触导致感染 紧接着其他网友在社群中提到 说你的是联系工作多日 因为逼肿了 去医院才发现阳性 日行千里马 太辛苦了 我看这个时间时期那边过年 西安深圳要加强打击 走私冰炫机 大主义情人 两位老司机发的图示阳性病例 在附上的图片第一张显示 有音的名称为侯家轩 帐号为1-3-4-2-4-1-8-9 地址写设为广东广州西安地域学院 在作品中显示的是 一个印象看起来不错的女子 第二张图片显示 一个女子以以前高楼为背景 在一个草地地间拍照的图片 第三张图片显示 一位女子骑在马背上的场景 其中刘文令人关注的是 该女士的动作极为妇媚 这波很渴求男子的关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